被誉為青銅之冠的秦始皇陵彩繪銅車馬 日前配合國際博物館日 在陝西新洛城的銅車馬博物館重新亮相 博物館結說員潘彥表示 銅車馬大小約為真人真馬的二分之一 主體為青銅鑄造 馬匹配掛的飾品為金銀製成 工藝技術精妙 是20世紀考古史上 發現的結構最為複雜 形體最為龐大的古代青銅器 但當年發現時受填土塌壓 破裂成3000多塊殘片 經過耗時八年的修復 才得以完整重現 看到面前的這個銅車馬呢 是我們在1978年出土 就是我們發現80年呢 開始進行拼接修復 所以出土了一千以後兩輛銅車馬 而我面前看到的就是第二輛車 這個叫鞍車 第二輛車的車棚蓋呢 成一個橢圓形 我們在發現的時候呢 已經碎成了199片 那我們考古專家在修復的過程中呢 發現車棚蓋上呢 沒有任何焊縫 也沒有斷打的痕跡 也就說明呢 兩千年前它是整體鑄造成形的 一整塊鑄造的 判定表示這座新落成的博物館 距離銅車馬陪葬坑 僅約240公尺 官方力圖還原秦始皇 軟架風采 當地民眾在1974年打井時意外挖出大型陶俑 也曾引發文物單位關注 而兵馬俑也被運回世界第八大奇蹟 目前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館院景區 主要包括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和黎山園 周邊還有百姓俑、文仁俑等9901、0006 陪葬坑陳列廳 已於2011年相繼對懷開放 超市記者某宗和陝西報導